背着包包的男子按了下车铃 刺激提醒终点站回程 要再补一段票 但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刷了悠悠卡后口中念念有词 下一秒出拳要打司机 临近乘客出手制止 而司机被突如其来的 这一拳吓了一跳 但老翁怒气未消 还想再上前被家人阻止 当下我有没有到士林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挥手代表没有 那你也不下车 我们当时第一手当时 第一个人就要做反车 反车第一手当时就是 原来老翁上了216号区间公车 从新北投发车 终点站到荣总医院 老先生搭错了车 从终点站回程后 得再付一段票 进老票来回16块 但老人家好生气 公车站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 哪边设站票怎么收 规定都在上面 有时候想现在的成果几乎都不堪 根本都不问 那跟他讲说反而他还没 他动不动就要投诉你 两人从车上吵到车外 乘客为了补票问题 出言入骂还出拳 驾驶提告防害名誉伤害 但老先生出庭时 不认为自己有错 说入骂是口头禅 出拳也没有打到人 让司机心寒说 如果彼此多点同理心 就不会对立 记者郑仁宗 张晏硕 邵紫阳 TODO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